妳等一下吃了妳就知道 那等一下做起來妳才有主角感 那個鹹酥雞的主角感 我們沒有果外粉 哇 它這個一個縫隙一個縫隙 然後顆粒這吃起來都超口感的 哈哈哈哈 剛剛媽媽 剛剛媽媽先吃一塊 然後還要那個 感覺很好吃 那個辣度 是我選擇啦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 辣度是不是很剛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十六 又到了婆媳Time的時間 今天媽媽要教兩道蔬食 所以有吃蔬食的朋友可以參考這一集 我們有一道是 雙茄醬汁 對對對 因為媽媽說夏天很多人吃不下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醬汁 然後可以拌飯拌麵 妳就是放在冰箱 要用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另外一道是我超喜歡吃的鹽酥雞 就是妳會自製 對 就不是那種半成品現成拿去炸 就是媽媽自己做的 今天大家想要參考的話 我們都會把食譜分享給你們 我們先來讓大家知道一下這次的食材 還有調味料 就這樣子 醉醉醉醉醉的啊 就醉醉不用积水 這樣就好了 這不用积水 先倒一點食用油 熱鍋熱油之後啊 你才可以下料 媽第一個是 薑 好 薑末先炒下 那個 豆腐 對 不用壓碎 就把它炒乾 再來就把杏鮑菇芹菜倒中間 全部嗎 對 都倒下去 對 媽這豆腐差不多要多久 豆腐就差不多 稍微有一點點那個 恰恰的時候就可以了 好 那茄子下去 對 炒到給它軟 好 有的人 學著他有先抓鹽巴 因為我們不要 我們直接下去炒 不然怕會太鹹 炒軟之後再放番茄 為什麼要下板豆腐 是因為要給它濃稠 不然嫩豆腐也可以 對不對 不行 嫩豆腐容易出水 比較不好放 就慢慢給它炒一下 給它炒到稍微出水一下 番茄炒一下就加辣椒 加辣椒 有的人是下油下去 薑跟辣椒先 一起爆 但是這樣子 如果焦過頭會苦苦的 辣椒會苦苦的 看個人的習慣 如果你是要炒菜啦 做醬啊 辣椒可以先下去 我現在高度跟臭的醃漬一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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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豆拌醃 對 都吃飽又餓了 那很香啊 而且你看這個顏色 再來就是砂糖 調味粉 這是五香粉跟白胡椒粉 還有黑胡椒粉 黑胡椒粉是我們上次自己打的 對對對 超香的 再加水 水下去給它收乾一下 收湯汁一下 這道蒜很簡單耶 就是你把配料配好 然後調味料做好就可以了 超簡單的 家庭主婦很忙的話 或者上班就弄一鍋醬汁 禮拜六禮拜天可以弄一鍋 這個可以冰一個禮拜都OK 慢慢給它吸乾 就這樣子就OK了 我們剛剛小火大概20分鐘吧 然後我們現在要收汁它 那你還是要給它有一點湯汁在 先試它的味道 你看會不會太鹹 不夠鹹 我們再下一點鹽巴 很夠了 深度跟甜度跟鹹度我覺得都夠了 香不香 很香 蠻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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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蠻辣的 那我們來給它收汁 調一點那個太白粉 調兩湯匙的太白粉 應該夠 正在減肥看到這個 對啊 太下飯了 我如果切幾片小黃瓜絲 下一個麵 放在 放在中間 待會兒你就分開 這個麵一定超好吃 這樣子啊 就下一碗麵 麵條乾麵條 或是白飯啊 直接淋白飯 你幾片小黃瓜絲 拌一拌 你會濕濕 你就不怕說 夏天吃不下飯 接著我們來做第二道菜 拿一個碗把它擠在裡面 為什麼 鹹酥雞裡邊的材料要加檸檬汁 對啊 去油膩又香 你等一下吃了你就要吃到 我告訴你 有幾個食材啊 特別跟大家說明一下 像猴頭菇啊 如果你是冷凍的話 你就拿出來退冰 然後再剝成刺 自己做的猴頭菇 這個用切的喔 它的纖維質會被破壞 破壞 就是要用手 對啊所以用手撕 等一下炸起來那種感覺 你就覺得 看起來很舒服 像鏽針菇的話 就是買回來撕一撕 然後切成丁 差不多這個程度 然後慢慢要加鹽巴 讓它出水 然後到最後再把它擰乾 這樣菇味才去掉 靜置一下出水擰乾喔 要加其他的材料下去 它的菇味才不會那麼重 因為鏽針菇它炸起來有特別的香氣 我出水了剩下這麼一點點 超級水耶 它已經變成 超多水的你看 哇 要把它捏乾喔 嗯 把鹽水都捏出來 金針菇的話就是切成小丁 要用到這個材料 所以等一下金針菇會切得很細 但是它 喔媽你這樣子 有一點片狀的感覺 片起來 因為我在店裡我也都是 煮麵線也是這樣片的 片它才不會黏成一團 然後片好了以後 就直刀再把它切細 這等一下我們要用到一包 我們就把它切細細的 這樣子就OK了 這樣子就 金針釘耶 金針菇釘 對 這樣子就OK了 好酷喔 片一片它就不會黏在一起了 你說明天見變明天丁 變丁丁 豆包的話就是切成一樣小丁 它有橫向正向 我們就先切 直向 直向把它切細 然後再轉過來切丁狀 切細丁 那等一下做起來你才有主角感 那個鹹酥雞的主角感 口感 這個是姜泥 然後碎碎的就混在這個豆包裡面 好現在要來混合 對 金針菇全倒 好 再倒 猴頭菇 猴頭菇 媽媽說這樣子的量大概是五人份左右 所以如果你們自己 五人份就一大盤 你一個人抱一大盤在電視前面吃啊 對 然後這是 而且這吃不完可以冷凍 你全部炸好 就冷凍以後直接氣炸 調味料先下 先下一滴 一滴的醬油 做醬油杯 這個是甜的不會吸鹹 再來檸檬汁 調味粉都可以下來了 一樣一樣來 五香粉 椒鹽粉 不是還有一點白胡椒粉 這樣OK 好 這樣喔 再來太白粉 等一下我攪攪的 就把它拌一拌 拌均勻以後 金針菇湯會出水 太白粉先倒一半下來 一半就好 OK 失手 沒有沒關係 我們就先輕輕的把它拌勻 太白粉下去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是不再沾任何粉了 不要了 我們就一拌一拌 你就慢慢抓 這樣它也會出筋 真的喔 對 你沒有覺得有啾死 啾啾的感覺嗎 有啊 但是有一點那種 剩下一半 剩下一半 我們再下來 你分一次全部倒下去 它會吃進去 到時候如果出水出太多 你就 就沒救了 就沒救了 太白粉加豆包本身 它會有精度出來 因為豆包它有蛋白質嘛 它會釋放它的精度出來 跟太白粉結合在一起 你捏看 然後說一個 差不多捏這樣子的大小 嗯 然後我就說 這樣一個人吃五個就差不多了吧 五個也很多耶 對不對嗎 哈哈 哈哈 不夠吃 不夠吃 對不夠吃 媽媽剛剛跟我說叫我們做多一點 有啦 你捏捏看你就知道了 就是它會比較黏 黏度 出來了 這樣下去炸就不會開的 真的耶 我們就沒有加其他什麼黏稠劑 就是用太白粉這樣子而已 太白粉又一點點而已這樣子 它就捏一捏然後就變成球了耶 你可以捏小一點點 你也可以捏一口啊 對啊捏一口 隨便不規則看你要捏怎麼樣都可以啊 測試油溫就是 手上去已經很熱了齁 那你丟下去它馬上浮起來 這差不多160度了 它的那個泡泡很多 要到差不多170-180 阿姨哥看看喔 好 現在OK了喔 好 有沒有 哦 我們沒有另外裹粉 啊 黏不夠給我做 對啊 好啦我來捏那啦 我來捏那啦 啊 像現在這樣可以給它翻面齁 對 因為它油溫上來了啊 對對對 對 已經金黃了啊 像媽媽現在在用的都是大福鐵器的鍋子 嗯 媽媽非常喜歡用鐵鍋 就是天然的不沾鍋 就是完全沒有塗層的那種 嗯 它超級好用 你看這 這三隻都被我抄得快半死了 媽媽有四隻 哈哈 它有一隻煮湯的 對對對 然後是炸的 煮湯那一隻很好用 那一隻是媽媽最愛抄的啊 然後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就是怎麼養鍋 因為鐵鍋其實就是每次煮完都是要養一下 那你這樣就會越用越不沾越好用 然後我們現在是生產線啦 這是我們第一天 然後媽媽在那邊在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剛剛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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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媽媽先吃一塊然後還有那個 表情 然後我想說怎麼了怎麼了 是不是怪怪的 然後 你自己看它 哈哈哈哈哈哈 四桌子 四桌子 吃到料理耶 還在爆炎耶 喔 沒什麼粉耶 外酥內卵QQ的 我們沒有裹外粉 所以它不會那種體肉分離的感覺 一般炸這個喔 下去大家會躲得遠遠的 媽媽 對媽媽也會嚇得下跑了 但是我們在家裡半煎炸這樣 那這個裡邊的水氣 它也被鎖住了 它不會噴出來 喔 就不會到處在那邊亂噴 就不會亂噴 你看它 它都沒有噴吧 為什麼會水氣 對啊 因為剛剛我們把那個水氣啊 我們有些很多都淋乾了 鱈蒸菇都把它擠乾了 對 然後它有粗筋 粗筋度出來以後 它就不會有水分了 水分就包著 但是不多 這是第一次炸起來的 酥酥脆脆 你摸摸 它這個一個縫隙一個縫隙 然後 顆粒這吃起來都超口感的 嗯 又很紮實 媽媽喜歡用鐵鍋就是 它受熱會很均勻 它受熱均勻 導熱也快 我們要講真話 像有時候媽媽要炒菜很快 對不對 炒一倒完之後 它要馬上進冷水刷一下 它又要炒第二道菜 這種真的就很適合用鐵鍋來炒它 因為其他的鍋子 冷水不可以馬上進啊 對 因為有塗層的鍋子就沒辦法 對 像媽媽我真的就不推薦她說 用那個桃車不沾鍋 那因為它常常煮 而且它有多常要很高溫 像炸啊煎 這種就真的很適合鐵鍋來做 對啦 對 這很快喔 好好好 可以擠了 這麼快 對 我聞到那個味道 彷彿是生態的鹽酥雞 對 對 你那個油門也夠 對 對 這麼快 你做的 我們就好 點燈 沙 裡面 兩個 小朋友 餐廳 晃 很好吃 那個辣度是我選擇的辣 沒有這個很簡單做 你就在家自己做 然後自己做然後冰冰箱 然後你要吃要拌什麼東西 你就拿出來拌一拌 可以放一個禮拜 一定要拌這種細的麵 因為它才會吸那個醬汁 你如果拌這個粗的麵就會整個散開 就沒有那麼 我覺得沒有入味了 我拌飯吃你會肥死 因為這樣子 辣度是很剛好 真的辣有一個肥脂 這肯定好吃的啊 兩了也好吃 它涼的時候味道就會更出來 對更出來 然後呢 它那個Q度是食材本身的Q度 也沒有什麼粉的Q度 很多日系水槽現在都是有中間這個 這個拂鏽缸有沒有 然後媽媽現在鍋子 這樣洗都很方便 方便又可以省很多的力氣 你看用那麼久背部還是這麼乾淨 都不會卡油 就很乾淨啊 就如果說你今天晚上做好了以後 整天休息了 你想要刷鍋子 你就這樣順便 把它屁股摔一摔 就OK了 因為這一隻等一下不要用了嘛 晚上 不煮飯了 它這個木屏 也是很方便 不會導熱 然後現在洗乾淨啊 一定要趕快把鍋子燒乾 然後媽媽等一下會進行養鍋步驟 非常的簡單 這個鍋蓋喔 透明 又好用 它是玻璃鍋蓋啊 煮那個青菜 蓋一下 捲起來拉拉的就好了 因為它就不會噴 還有你油炸的東西也可以蓋起來 一定要等它完全乾 你看它那個水氣慢慢就沒有了 用很久了 所以你看它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大致上你油太多了 它會有油耗味 下一次你還是還要再重洗一次 你這樣子輕輕的把它擦拭一下 有擦過了就OK了 你看有髒髒的那個鐵 鐵它釋放出來是好的礦物質 因為像有些人它鐵鍋 放在那個很潮溼的地方 它久了生鏽 你還是可以重新刷洗乾淨 重新再養鍋 它依然好用 大家如果在養鍋擦的油 你不要想說 用那個比較不好的油擦 自己試過我覺得有 你用好一點的油跟不好的油 你那個養出來的味道會有點不爛 不好的油它會有一點油耗味 黃豆油耗味 對對對 媽媽其實這一支是 COCO系列的就是比較清亮的 它是比較大隻 但是本身還是會有點重量 然後這一支也是清亮系列 就是這種單餅鍋 媽媽都是拿來煮東西 炸其實也蠻好用的 油炸我也會用 數量小我就用那個炸 對這種就是半天炸的時候就很好用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你要油量多一點就很好用 那這一支看起來比較小 它還比較重 對因為它不是 它不是那個清亮系列的 然後大骨鐵器啊 很特別是 他們其實在出廠前就已經先處理過鍋子了 你不用再開鍋處理 你回家就可以直接使用 很多人啊 新手就會問說 欸那我適合用鐵鍋嗎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 覺得它的重量你OK 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覺得就適合 因為它就是天然的不沾鍋 你只要熱鍋 熱油 它其實就可以達到不沾 物理性的不沾 它不是用塗層的方式讓它不沾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不會挑爐具 因為鐵鍋你什麼爐具都可以 你IH爐 它金屬的嘛 底下就是很可以感應 然後或是你黑金爐 那個電磁爐瓦斯爐通通可以 我們剛炸完的油啊 媽媽捨不得弄掉 我們來煎個蛋讓大家看一下 鐵鍋的不沾感覺 你在下食物一定要熱鍋熱油 然後鐵鍋 就是不可以讓它油太少 你一定要均勻 喔 漂亮喔 OK啦 這個都可以移動了 喔 好漂亮喔 欸 技術很好 好美喔 鐵鍋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煎出來的蛋非常香 其實熱炒也是 因為它溫度夠 所以很多人常會 講那個鍋香鍋氣啊 就是鐵鍋才會有這種感覺 古早味 沒錯沒錯 有沒有然後它煎出來旁邊真的都是 恰恰 有沒有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 大股鐵氣的團購 因為它們家的鍋子真的 一年團不到幾次 非常的少 原因是因為它們都是要手工 就是我們的LINE群 其實都很多人在敲碗它 那我把優惠啊 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然後這次還有倒油杯的團購 就是醬油跟橄欖油 然後媽媽超級愛用它們家的醬油 有非常多系列 然後我自己的話很愛原味紅麴 我每次那個 煮東西或是滷東西 或是你要拌水餃 我覺得都蠻好吃的 然後春圓也好吃 像是他們家的橄欖油 是全部都是原裝原品進口喔 就是全程是18度C 冷藏到台灣的 我把醬油跟橄欖油的優惠 也放在底下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媽媽做的素食料理真的很好吃 這個雞塊 我覺得很推薦 如果你是吃肉的人也可以嘗試 因為真的太像太像那個卡拉雞腿了 那個脆度跟那個酥度 還有裡面的那個一絲一絲的 真的很像那個肌肉的纖維 然後加了那個九層塔 就更像野蔬雞典了 那喜歡這支影片啊 記得幫我們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追蹤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